这怎么回事 这不是卖的 这是我专门给我 给谁的 这是我专门给自己家里人喝的 这里边就是掺了点白水 它没有毒的 它真的没有毒 你们要是不相信我喝给你们看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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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问你一遍 你卖个那个女人的四瓶酒当中 有没有这种酒 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我要是说假话的话 我贴打雷劈 妈没 妈 妈 您怎么来了 程子 你妈 你妈为了等你 在这儿待半天了 妈 其实这么大老眼子 您都没必要来 刚才我见着小雪了 她说过两天回家看见去 看看 妈 您有事啊 没事就不能找你啊 陪妈出去走走 好 那我们走了 行 行 那阿姨你慢点啊 那阿姨你慢点啊 来 来 一会儿把你妈送回去 去吧 去吧 妈 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这个你拿着 妈 小郑欠我的钱 她会还给我的 这钱是你们的 我不要 你拿着吧 你爸说了 把这个给小雪 可是 我怕她脸上挂不住 你给她吧 好吧 妈 您今天来就为这事啊 程子 妈还有个事想问你 最近 你见着周大爷了 见到了 是周所长带我见到的 周大爷去世的事 你知道了 知道 谁告诉你的 那天 我送严总去周镇 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 他怎么知道的 好像是镇长说的 妈 您问这个干什么 程子 现在你明白 为什么南市公安局 叫你去了吧 您是说 他们怀疑我 我明天就找他们去 别找了 他们现在怀疑的 李东河 程子 你知道妈昨天去派出所干什么去了 您不是说 他们为了撤销偷车起诉的事 找您谈谈吗 不是 那为什么呀 程子 妈 妈今天来就是想跟你商量的事 那李东河偷车的事 你是不是别再追究了 现在这乱子越闹越大 妈 我从来都是听您的 但是这件事情 我实在是不明白 其实 我看见周大爷以后 我就怀疑是李东河那个坏蛋 害了我的亲妈 我想一直查下去 直到把他揪出来为止 但是我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都是您和爸 我虽然不明白 但是 我就怕你们担心 就这样 不管做什么事情 你们总认定是我 好像 我从来就是一个祸根似的 程子 妈 我今天一定要问个明白 我究竟惹了什么祸 怎么又越惹越大呢 程子 昨天派出所 把妈给扣住了 他们怀疑 怀疑是我杀了周大爷 怀疑您 凭什么 我不是给周大爷送了几瓶酒吗 你为什么给周大爷送酒呢 我听说 听说他病了 是谁告诉您的 李东河 他为什么告诉您周大爷病了呀 这事 律师办法也说不清楚 程子 妈 也可能 也可能永远也说不清我 我应该把他给你 你快给我拿消灯吗 你你怎么把你提起来 这事 他说自己找个人 我快把你拿来 去吧 好 你隐蔽跟踪啊 我马上就来 好好好 李东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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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在里面 开门了 出来 李东河 你干什么呢 你抬 抬 别跑 大山把灯打入来 你怎么在这儿啊 李东河 李东河 他打死你 李东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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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大上 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是他 他拿着刀子逼着我来的 赵总裁 我没有把那瓶夹 就败给那娃阿姨 可是我 你说吧 现在说还来得及 那娃阿姨走了之后 李敦和他就来了 他说要买酒 然后我就把那瓶 掺了水的假酒 卖给他了 我已经在摇子里了 真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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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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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是高明 找的你真是不容易啊 对了 你昨天怎么没来啊 我有事 那你也可以先跟我打个招呼 我昨天等你啊 一时等到天黑 也没见你来 行 你先跟我说啊 你现在在哪儿 我马上过来看你 不行 我还没起床呢 什么回事 是不是 吃闭门羹了 他好像有点生气了 你是不是说错地方 让他白跑了 不会啊 有可能是我晚到了一会儿吧 这选址的资料 我就交给您吧 不行 我要的是你们的综合意见 你还得去找柳梦去 可他现在 这点障碍你就克服不了了 他不是有宿舍吗 去 是 上门道歉去 小梦 你昨晚怎么没回来啊 小放一直在等你 他现在在哪儿呢 刚走 说是上图书馆去了 小放最近是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他大概是检查金元宝了 要么呀 就买彩票中了头彩 你就知道发财 妈 爸在家吗 小梦 公司选址问题 你和那个姓高的商量得怎么样 没商量 我也不想商量 为什么 不问什么 反正以后我不想跟他单独见面了 爸 这是我昨晚晚上整理出来的方案 你和严总去商量吧 小梦 妈 是不是他欺负你了 妈 你不懂 现在不叫欺负 叫性骚扰 你是不是嫌得无聊了 胡说八道什么呢 不管怎么说 我赞成你的想法 以后 就少和他们来往 其实我早就说过了 他们对你是别有意图 你老大不晓得了 要懂得保护自己 爸 您别说了 我不爱听 你看 这孩子 我这不是 喂 小梦啊 我是 我是高明 昨天的事是我不好 我想向你解释一下 我在玄武胡等你 好吗 不去 像什么玄武胡啊 有事到办公室的 好 我就来 去谈谈也好 把小镇在上海 给你买的新衣裳穿上 瞎操心什么呀 我这是去谈工作 你怎么这么跟你妈说话 到那儿好好说啊 别生气 爸 我姐呀准时谈恋爱了 这恋爱中的女人哪 有点神经质 撒你也搞不清撒 妈 我出去建计朋友啊 你看我头发没乱吗 哎呀整天 我走了啊 你说小梦 是不是真的就对那个高明 要真这样 我看也挺好的 小梦也这么大了 你总不能老把她拴在身边吧 不行不行 我绝不答应 你呀 不懂得这里边的名堂 能有什么名堂啊 那孩子我见过 挺不错的 和咱们小梦挺般配的 什么般配不般配的 你知道吗 这都是颜孟泽的主意 喂 我是刘总 菲菲 你在哪儿啊 好 好 我马上过来你等我啊 好 李博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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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非常非常对不起 昨天我迟到了 你怎么会迟到啊 你不早去了吗 不 我 我昨天在半战上 遇见一个女孩 就上一次在饱花伤口 遇见那个 真够巧的 还是在半战上 你要是早告诉我 不去就完了 不 我真的是不知道啊 她说她每天都去那儿等我 这么看来 这女孩挺可爱的是吧 对 是挺可爱的 她说她要做我的女朋友 那你呢 我总觉得她精神上有点那个什么 我就答应了 李博 她那么小那么单纯 我不能伤她的心哪 你说对吧 当然了 这么可爱的女孩 和你又有过那么一段浪漫的经历 现在又要主动和你做朋友 傻瓜才会拒绝呢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恭喜你的意思啊 后来呢 后来她 她就跑了 不不不不 后来我就跑了 不会吧 这种时候 你们一般都不会跑的 真的 后来我很快就跑了 当我跑到宝儿山口的时候 怎么等也不见你来 其实 总共也就耽误了棒多小时嘛 那咱们不谈起来了 咱们还是赶紧核对一下材料吧 急什么呀 等会儿你还有别的约会啊 没有 我只是想 严总和你父亲还等着呢 不过 待会儿谈也行 咱们正好散散心嘛 你看今天天气不错吧 怎么样 那女孩漂亮吗 很漂亮 你还真是厌福不前 谈不上谈不上 看来你是对她一见钟情了 对谁啊 她呀 你说什么呢 她一孩子 我当时着急还来不及呢 我哪有心思去想那些 那要是她对你一见钟情了呢 哪有这种好事 我都从来没想过 行 那你就坐这儿 慢慢好好想想吧 刘梦 你别走啊 咱们还没喝醉材料呢 好久不见了 你好吗 有什么好不好的 公司完蛋了 欠了一屁股债 只好跑回来混饭吃了 好 我当初你爸爸专利的事呢 咱不提这个行吗 算我的错 我对不起你 可你也太狠心了吧 说走就走 找不着了 我出了探国 才回来 没事 回来就好 说真的 菲菲 我想你 都想疯了 真的 我这次回来 不是跟你谈恋爱的 我想帮你赚点钱 我觉得我爸说得对 这个男人哪 还是应该先干一番事业 有了事业才会有一切 干什么事业离得开资金呢 你要是没了钱 你能干什么事业 有一个机会 是我这次回香港 我舅舅帮我接上的关系 绝对可靠 我觉得挺难得的 不知道 你有没有兴趣啊 什么机会 那是我舅舅的小学同学 姓曹 他现在呢 拿出一笔钱 来搞期货 多则也就半个月 少则三五天做一轮 保证百分之三十的利润 百分之三十 怎么样啊 有这么大利润 曹老板已经跟我说过了 可以让给我一些股 要是赚了呢 都给我 赔了呢 不管多少 他补上 你 有这种好事 信不信随你吧 反正我已经投了十万了 这不到十天 就回来十三万 我可到上海找过你啊 他们说你已经回来了 我想 你要不是混不下去 也不会回家的 所以我就跑来找你了 你说的都是真的啊 嗯 可我现在 你知道我还欠着我哥钱呢 我哥那些钱可是 一公里一公里跑出来的 说实话 我一想到这事 心里就窝囊 我见过你哥 他确实是个好人 可也真是个穷人 你不是还跟你哥说过吗 等你赚了钱 要给他买辆车的 是不是 你能不哪壶不开提哪壶吗 实在不听就算了 我投的那十万里 就算有你一半的股份 这不合适吧 你说我一个大男人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不是说 想我都快想疯了吗 就冲着这点情意 我也甘心呢 嗯 来 就当这瓶酒 是白送的 喝 好久没喝这东西了 真不错 哪让你这样喝洋酒的 来 慢慢喝 一会儿啊 我送你回去 叫陆远 好 菲菲 今天晚上 我不想回家了 不行 今天晚上不行 明天吧 我住在 我住在 天鹅饭店 我等你 我已经全部都安排好了 万无一世 来 我说倒影啊 改上点 德峰 这回这件事 千万不能出热 小猫呢 你还不回家啊 他说 他这几天住在宿舍 就不回来了 当然 发现记者的摄影镜头 在更多的时候 对准 母母的这一次动作 并没有谁去教会他 小郑也不回来 而是大自然母亲 柳晨和小雪 向外面住去了 这房子显得太大了 这房子显得太大了 不如干脆把这房子卖掉算了 又发牢骚 孩子们都大了 个人有个人的事 能再过几年 他们翅膀硬了 也就都飞了 你呢 你那个研究成果也落实了 到时候你也该退休了 他也有了不少亲爱的小家伙 那时候啊 不就剩咱们老两口了 到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个家怎么样了呢 你又瞎想 你看见柳晨了吗 前两天看见她了 住在朋友那儿 小雪住在娘家 露露呢 我可是好久没有看见她了 你去看节目 行 明天我把露露接回来 露露肯定也想爷爷了 不过啊 咱们可说好了 人家小雪回来 你好好跟人家聊 别静教训人家 懂不懂啊 行了 不早了 快睡吧 买着店 妈 小光在家吗 早就上床睡了 你怎么回来了 那我先睡了 情绪有点不对 你把她叫出来 我和她谈谈 谈谈谈 人家女孩子的事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快睡觉去吧 快快快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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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她说了 我把她吓死了 我把她吓死了 我都等了你一整天了 想死我了 想我啊 我才不信呢 不一定你想谁呢 你说对了 我想你啊 我想你啊 是想跟你说说她 说真的 我们俩的两次相遇 真是太奇特 太浪漫了 就两次啊 我们就相爱了 你要不要听听 我不想听 你不嫌害扫 我还嫌害扫呢 行了你快去睡觉去 你还睡什么呀 有什么害扫不害扫的 我就要说给你听嘛 行 那你说吧我听着 走 从哪儿说呢 行说她这个人吧 她这个人 英俊 潇洒 温柔 魁梧 还有 整个一零零七 你不信啊 她本来是要来咱们家的 可是我没答应 这样吧 下回我带过来 让你看看 才不想看呢 傻得黑粗有什么好看的 你怎么这么说啊 你见过 我怎么会见过呀 再说了 我也不想见呀 为什么 你应该不会是 怕你自己也爱上她吧 对了 你说 怎么什么巧事 都让咱们姐俩给碰上了 她跟那个严总的助手 一个姓都姓高 姐 我听二哥说 你跟那个姓高的 好像有点意思 是不是 去 我可没你那么浪漫 动不动就爱不爱的 也不怕弄麻 这脸都红了 这说明 你已经爱上她了 不过我看你好像情绪不太好 是不是你跟她之间 出了什么问题啊 姐 我什么都告诉你了 你就不能跟我说说呀 我要跟你说了 你能帮我出主意吗 那当然 你猜对了 我们之间确实出了点问题 是不是她爱上别人了 我不知道是她爱上别人 还是别人爱上她了 反正 反正你们之间啊 出现了第三者 你看 我一猜就猜着了 姐 那你准备怎么办呢 你不是帮我出主意吗 问我干嘛呀 那我想想啊 你还记不记得 我是怎么让你认清 那个黄伟民的 那可不一样 她不是那种人 不管她是不是那种人 你先按我说的去办 你可以先找那个第三者 去饭店 然后当着她的面 跟那个姓高的 好好亲热一番 不过你要注意分寸 这样不让她占了便宜 这样的话 三个人一见面 立刻见分寸 要是姓高的心里有鬼 她以后 就会像黄伟民一样 再也不敢来打扰你 要是那个第三者心虚的话 她从此 也一定会退避三舍 你看怎么样 你不说你经验丰富吗 怎么来回来去 就是这一套啊 你就说你干不干吧 不干 你耍我 你可真搞坏啊 你可真搞坏啊 妈妈我想爸爸了 爸爸有事出差了 好久才能回来呢 那爷爷奶奶呢 他们也出差了吗 对 他们也出差了 不对 奶奶退休了 不出差的 这孩子就你懂得多 快点啊 要迟到了 你看奶奶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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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好孙子 怎么样啊 想奶奶吗 想 我天天想 我天天想啊 可是妈妈说你们都出差去了 这孩子 妈 是 奶奶出差去了 刚回来 怎么样 跟奶奶去看爷爷吧 好啊 我去爹爹家了 别上幼儿园了 别上幼儿园了 那好吧 爹爹想他了 走喽 走喽 拿着 哎呀 你真是的 你说什么事 不能好好说呀 非得闹着就不回家了 妈 您别说了 反正我也搬出来了 要不是为了露露啊 我是不会再进您家门口了 你这话说的 你不进去家门口 那我这当婆婆的可舍不得你啊 奶奶都希望你回来 妈 要是您念叨我我信 我也想做你们柳家的好儿媳妇 我是个心知口快的 我不怕得罪你们 我这倒不明白了 你们怎么那么怕警察来调查呀 程泽的车被那个 什么东什么河的人给偷了 他不恨 怎么老爷子就那么忌讳 抓那贼王八呢 他说那些话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那个什么东河的是他亲儿子呢 还有二弟 跟着瞎起哄 就好像他大哥真是个什么犯人一样 程子也是个窝囊废 受了气没点砸 就知道触摸发火 你说这人 这什么东河的 哪一天才算一战呢 其实我也看出来了 我跟你们这样的人家 就是豆腐渣包包子 捏不到一块 你话不能这么说 其实啊 这样的人那样的人 只要是好人 总能走到一块去 我也知道眼下你的难处 这不你走了以后 程子也不回家了 他就各过各的 不也挺好的吗 别说气话 就算你不想程子 那露露不想她爸的呀 奶奶你说什么呀 我都听不懂了 你听不懂了 现在听不懂 听不懂就算了 奶奶就听懂了 走 叫妈妈走回家了 妈妈回家了 走了 走了 这怎么回事 这不是还是你写的那份吗 我要的是双方的共同意见 你是没听明白 还是压根没去谈哪 没谈 干什么去了 划船 看电影 玩得开心 把正事给忘了 没有 什么都没有 是她不愿意谈 为什么 是不是你没去道歉 还是你对态度不好 我说第一句话 我就道歉了 态度还极其地诚恳 开始还好好的 后来我说商量正事吧 她脸色一变 说走就走 不可能 她不是那种任性的人 一定是你啊 严总 小高 你们好 啊 脸毛啊 哎呀 刚才我听说你们昨天 哦 当时是我提出来的 我觉得有什么问题 大家一起沟通 当时又解决了 何必要分两步走呢 可是高明不同意 偏说要按照您的意思办 后来我们就发生了争执 高明啊 我看柳萌的意见也有道理 哦 对了 你爸怎么没来 哦 我爸说他只管技术方面的问题 房子的事他不懂 就由您做决定 哦 好 好 来 你坐吧 坐 坐那边 高明 你不生我气吧 生气 生什么气啊 为了向你赔礼 我已经在玫瑰山庄订里桌饭 我们谈完就去 好吗 严总 哎 您不会反对吧 我当然不会反对了 哎 不过我要声明一下 这顿饭啊 由高明请客 不行 这顿饭一定由我来请 让高明以后再请吧 如果还有以后的话 哎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哦 我是说 如果以后还有兴趣的话 对不起啊 我去打个电话 哦 好 哎 你看 他现在的脸色好吗 嗯 喂 小放 好 我是姐姐 嗯 嗯 我觉得 你昨晚给我出的注意挺好的 哎 对了 下午约了严总的助手小高吃饭 他的内卫也会来 你想不想看看啊 真的 几点啊 十二点 还是上次你约黄伟明的地方 玫瑰山庄 好 我一定去 到家喽到家喽 我想爷爷 哎 这孩子慢点跑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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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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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几天没刮胡子了 我跟你去拿刮胡子 哎 哎 露露 你别来动爷爷东西 哎 没事 但是电动的没刀片 经常给我刮的 嗯 小雪 嗯 你坐吧 你快坐 坐 爸 您挺好的 挺好挺好 小雪 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什么准备得怎么样 你不是准备考空军吗 哎呀 什么空军哪 是空嫂 啊 对对对 还空嫂空嫂 哎呀 可空嫂也不容易啊 那也得提高文化素质 啊 像什么 航空知识 气象知识 地理知识 你能不能说点别的呀 我这不是在说别的嘛 只是关心他嘛 他要是会你说的那些 他不就当空军去了 哎呀 你这孩子 我让你拿刮骨头 你都这个干嘛 你这不听话 你怎么这样不听话啊 哭也不哭 呀 你看你把孩子吓着 走 不哭不哭不哭啊 乖孩子乖孩子 你说你也真是来 哎哎哎哎哎 不哭了啊 露露不哭了 乖乖 不哭了 没事啊 来来来 露露是个诚实的孩子 来 露露 怎么了 来 跟爷爷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看见 我拿刮骨头 我看见鼻筒下面 有我的娘本小人书 我拿了小人书 就把鼻筒打到地上了 没关系没关系 那鼻筒打不碎 哎呀 一会儿小雪也就带露露 上她爸爸那儿去了 你不跟她玩玩啊 嗯 那玩什么呢 哎呀呀我给你帮鼻子 好好好 哎 嗯 嗯 呵呵呵 妈妈 再见 来来来 露露跟奶奶亲亲亲亲亲 嗯 好走吧 妈弄走 哎哎哎 嗯 奶奶再见 少喝点吧 等我该醉了 我不会喝醉的 我是因为 为什么 壮胆 跟我在一起 你害怕吗 有一点吧 那和那个对你一见钟情 又在宝华山上相遇的女孩呢 不害怕呀 我为什么要害怕 那你为什么跟她不怕呀 因为 刘萌同志 我想对你说一句话 这句话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 对我爸爸妈妈说过 因为他们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去世了 除了他们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 可是你唱过 是 我唱过 而且唱过很多次了 对很多人吗 只对一个人 是宝华山上 那个漂亮女孩吗 不 只对我心里的那姑娘 那在你来南京之前呢 就是她 当我在南京的时候 第一次见了她以后 我就 可是以前你从来都没有见过她呀 见过 因为我们草味上的人相信 只要是命中注定相爱的人 不管远隔千山万水 也一定会在梦中相见的 我不懂你的意思 有吗 我 喂 等一下啊 其实露露可以多住几天 她不愿意走的 我看是你啊 舍不得她走 我无所谓 我是说你啊 家里现在就剩你一个人 你忙得过来吗 我看你最近脸色不好 你那贫血的老毛病 去不去查一下 查了 没事 你要是看我忙啊 你过来帮帮我 这是成子爱吃的菊花脑 来 你来摘 她不是不回来吗 哎呦 我给忘了 你瞧我这脑子 那你不吃啊 是这样的 我 今天你还别来了 我回头再跟你解释 你 姐 已经来不及了 姐 小枫 对不起 我以为 以为我会像你一样 一面哭 一面跑掉 姐 你也太低估我了 高大哥 我不会像你一样 讲什么草原不草原的 我有什么话 都会直接了当地说 我爱你 对不起